第六题,因何将钢丝绒放在一密闭室管内,已知加热前整支室管测得质量M1公克,放到酒精灯加热后再次测得质量变成M2公克,下列哪一个图形可表示整支室管加热前后的质量变化? 那么我们晓得钢丝绒加热会变成氧化铁,所以对钢丝绒而言,它的质量会增加,因为得到了氧,可是这个实验是在密闭的室管中做,它的氧气是来自于密闭室管中内的空气,也就是说密闭室管中的空气失去了氧,而我们钢丝绒得到了氧,一得一失,那么我们的总质量没有发生改变, 这验证了质量守恒,反应前后总质量是不会变的,我们告诉各位大家说,我们的条件是要在密闭的环境中,这一题就是密闭的环境,因此我们加热前后测得质量M1跟M2呢,两个应该要相等,因此第六题我们说,下列哪一个图形可表示整支室管加热前后的质量变化?我们答案选的是珠